如果一个人的废话超过90% 那他比大多数人都开心 如果他废话低于50% 那则快乐感受 如果一个人愿意跟你说废话 那证明他见你是开心的 对 所以人生中有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个 愿意听你说废话 并且愿意和你说废话的人